反胎会原定上星期提控敦达因 但她已经入院 达因夫人不满当局 暗指丈夫借病逃避 内阁同意设立黄委会 探讨白礁岛等三个真理岛屿的主权议题 单亲妈妈贝拉遇害 涉案的贝拉男友今天被控谋杀 警方怀疑嫌犯的干难动机和感情纠纷有关 反胎会的抓大鱼行动 昨天将前财长敦达因的妻子杜潘 奈伊玛带上审判台 首席专员丹斯里阿战巴基披露 实际上总检察署早在上星期 就已经批准当局提控达因 只不过因为达因入院而延后 奈伊玛认为阿战巴基在暗指丈夫 利用住院逃避面控 但她表示其实只要反胎会点头 达因愿意在任何地点 甚至是在病房内面对政治提控 盯上敦级别炫耀的反胎风暴 原本打算最先提控的并不是前财长敦达因的夫人杜潘奈伊玛 反胎会首席专员丹斯里阿战巴基接受媒体的访问时透露 当局在上个星期就已经得到总检察署的批准 将现年86岁的达因提控上庭 最后无法成事是因为达因在一家私人医院就医 健康问题不明 阿战巴基指出 经过反胎会确认 在总检察署批准提控之前 达因确实已经入院 然而医生却没有向调查官坦白说明 为何达因无法出庭 令当局感到失望 时至今日达因住院的原因仍无从确认 他也预告达因将会面对至少一项罪名 也就是和妻子一样 没有申报两人名下的资产 实际上虽然达因还无法出院 但是反胎会可以安排法官到医院 宣读达因的控状 只不过当局认为此举并不是第一选项 因为目前仍没有这个迫切需要 不过反胎会一哥的说法 看在奈伊玛的眼里似乎亦有所指 他认为当局是在暗指达因利用住院来逃避提控 同时觉得当局已经冒犯并侮辱医生的专业 纳伊玛发文告反驳说 尽管达因在院方的同意下住院治疗 但他准备好在医院或任何地点 面对这些政治指控 依法替自己辩护 因此提控与否求在反胎会脚下 纳伊玛也提到 在此之前达因只知道要向反胎会录供 并不晓得自己会面控 他们的律师团队也没有收到通知 直到阿战巴基告诉媒体 他们才得知此事 另一边向前首相敦马哈迪前天批评 国家银行前助理总裁 拿督阿督穆拉卡利指控首相拿督斯里安华 拥有30亿令吉的资产 反胎会却没有调查 当局今天反驳说 早在22年前就已经针对安华 完成6份调查报告 只不过总检察署决定不提控任何人 反胎会发文告解释 当局的前身也就是反胎局 当年在国航以及英国和新加坡当局的协助下 全面并深入调查阿督穆拉卡利的指控 但是调查结果显示 安华没有犯罪 到了2002年10月12号 反胎局成交了6份调查报告给总检察署 文告强调这项课题 发生在敦马第一次担任首相的时期 当局批评敦马的指控子虚乌有 警方昨天针对华印翼不中论 向前首相敦马哈迪录贡 不过当事人事后抱怨 这些年来被盘问十多次 受到罪犯一样的对待 警队一哥丹斯里拉扎鲁丁今天否认有这回事 拉扎鲁丁也透露 警方会继续调查敦马的华印裔不中论 预计再过三四天 就会将调查报告提交总检察署 敦马日前接受印度媒体的专访时说 本地印裔新系祖籍国印度 对我国不够忠诚 他也不同意华印裔这些外来移民 视这片土地为国家 却实践各自的文化和习俗 除了华印裔不中论 前首相敦马哈迪 昨天也抨击政府治理不善 害得很多马来人自杀 通讯部长法米就业余敦马压力太大 一直在刷存在感 希望外界别再理会他 针对另外一名前首相 杜斯里纳吉 要求下架讲述伊玛公司弊案的 纪录片逃亡者 法米强调要以纳吉入兵法庭 申请下架的裁决为准 通讯部不能阅阻带跑 前首相敦马哈迪 昨天言之早早说 由于国家管理不当 导致有17名马来人自杀 有的杀了父母 通讯部长兼政府发言人法米 今天在内阁会议后召开记者会 被记者问到有关言论时 一度语塞 同时质疑敦马的逻辑 呼吁众人别再理会这位老人家 正对另一名前首相 也就是正在坐牢的 纳都斯里纳吉 他日前透过律师致函通讯部 要求下架串流平台网飞一部纪录片 也就是讲述一马公司 弊案的逃亡者 对此法米回应 经过咨询部门法律顾问 总检察署 以及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之后 各造一致认为 有关纪录片在去年10月 对外播放时不存在任何问题 更重要的是 通讯部以法庭裁决为一规 与此同时 特赦局预料本月底开会 外界都在关注 纳吉的特赦申请有没有结果 法米简短回应说 今天的内阁会议没有讨论到特赦仪式 同时提醒各界 现确认消息来源的真假 另一方面 如佛苏丹伊布拉辛陛下 将在下个星期三 也就是1月31号 选事出任第17任国家元首 法米证实当天不会列为特价 内阁也没有讨论到这件事 再有土团党国会议员导歌 公开支持首相纳都斯里安华 这回是丹荣加弄区国会议员纳都祖卡佩里 他和前五个导歌的同僚理由一致 也就是为了选区人民的福祉 转而支持昌明政府理念 团结政府发言人法米就认为 反对党议员相继给予支持 证明中央政府走在正确的轨道上 副首相纳都斯里安博扎西则表示 中央政府如今掌握了153席的强大优势 有心人别想试图推翻政府 国盟再有国会议员导歌 支持首相安华 这一回是雪州单容加弄国会议员 纳都祖卡佩里 曾在去年担任雪州土团党树理主席的他 今天透过脸书发表六点声明指出 为了维护选区人民福祉 他选择转态支持安华 以及安华所倡导的昌明政府理念 并时刻以人民福祉 发展经济和利益为优先 直到下届大选为止 祖卡佩里相信 今天的表态将为选区基建和当地需求 带来改善 更强调今天的决定 不受任何一方逼迫和施压 作为第六名便捷的土团党议员 当事人严正声明 自己依然效忠于党 更不会叛党 但为了确保选区和联邦政府的治理 取得一致性 自己有必要支持 布城政权 对此 团结政府发言人 法米今天在布城 召开记者会授寻时回应 祖卡佩里的转态 反映了安华政府 解决民生问题的能力 我们的转发言人 发明补充 稳定的政权有助于政府落实 汇集人民的政策和措施 也是通讯部长的法米强调 政府无意笼络在野党议员 但要是这些支持送上门 就证明团结政府走在正确的轨道上 至于土团党五级干当国会议员 塞阿布胡森声称 近期会再有七到八名反对党议员 支持政府 法米不排除这个可能性 副首相拿督斯里阿莫扎西 今天在雪州家营出席活动后 授寻时则认为 对团结政府的支持 当然是越多越好 他也提醒有心人 团结政府已经有153席强大支持 无需再透过旁门左道 试图推翻政府 值得一提的是 安华曾以148席 三分二绝对优势组成团结政府 不过联盟盟的赛沙迪 去年9月宣布撤回支持 让安华丢失三分二优势 但五名土团党议员 从10月开始相继便捷 转态支持安华 加上今天的第六名土团党议员 团结政府如今累计 获得153名议员支持 团结政府坚持 不放弃争取白礁岛主权 没错 政府首席秘书丹斯里 祖籍阿里就证实 今天的内阁会议 一经同意 成立一个皇家调查委员会 专门探讨有关白礁岛 中延礁和南礁 三个岛屿的主权议题 也是内阁秘书的祖籍阿里 今天发文告披露 皇委会成员将由来自司法 立法和公共行政领域的专家组成 最终名单将提成给国家元首 寻求批准 尽管国际法庭已经在2008年 把白礁岛主权 判给了邻国新加坡 但首相安华自2022年12月上任后 就要求时任总检察长 丹斯里伊德鲁斯哈伦和新加坡谈判 重新检讨双边有关白礁岛的争议 内阁也曾经在去年1月的会议中议决 前朝政府在2018年 撤回国际法庭 针对三座岛屿裁决的上诉 是不妥当的 击打中务大臣杜斯里沙努西卷入的 侮辱雪州王室案件 原定上星期四 在世拉阳地亭开庭审理 可是当事人却在最后一刻 申请把案件移交高庭 遭控方痛批 故意拖延审讯 当事人今天否认指控 更言之早早地表示 申请移交案件 本就是法律赋予的权利 也是一党人 那里州议员的沙努西 今早在沙亚南高庭 出席案件管理后 针对拖延审讯的指控 处之泰然 面对沙努西将案件 移交高庭审理的申请 控方以此案 没有涉及复杂法律问题为由 提出反对 高庭法官拿督阿斯兰 则定下个月1号 聆听沙努西的申请 同时预令控辩双方 最迟在下个星期一 提交回复宣誓书 沙努西被控在去年7月11号 在俄麦士拉秧珍珠花园 发表侮辱雪州王室的言论 抵触1948年煽动法令 第四支一支B条文 罪成可被判罚款 最高五千利级 或坐牢最多三年 或两者兼施 祸不单行 冰城北赖河水管再爆裂 导致三个县治水 即将过节的新的教徒 为此大表不满 购买全新QA 或兑换任何品牌的净水机 即可享有高达50%优惠 失踪超过一个月的 单亲妈妈贝拉 证实遇害 一孩在一间废弃屋子内找到 死者的男朋友今天被押上 柔佛八珠八侠推示庭面控 法庭外聚集了大批贝拉的亲属 高举海报 盼望法庭能为贝拉伸张正义 全国警察总长丹斯里拉扎鲁丁指出 嫌犯的干难动机可能和感情纠纷有关 包括妒忌 吃醋 感情触交等等 警方正朝这个方向来调查案件 绰号为贝拉的32岁单亲妈妈米拉杀米拉 证实遇害 一孩在一栋废弃屋子内找到 涉案的男嫌犯 也就是贝拉的24岁男朋友 莫哈莫海卡 今早在巴珠巴霞推示庭面控 心情悲痛的贝拉家属 见到嫌犯时 难忍情绪 大声怒斥嫌犯是杀人凶手 场面一度混乱 警方正在网上 24歲被告莫哈莫海卡在刑事法典302謀殺條文下被控 一旦罪程可被判處死刑 或監禁不少於30年及不超過40年 令家鞭吃不少於12下 身穿淺綠色衣服戴口罩的嫌犯 面對媒體鏡頭時低頭不語面無表情 另一方面全國警察總長拉扎魯丁 今天南下柔佛州警察總部 見證柔州總警長執權移交後指出 嫌犯干案的動機可能和感情糾紛有關 包括妒忌吃醋 感情觸交等等 警方正朝這個方向調查 關於坊間謠傳死者懷孕儀式 拉扎魯丁表示 死者的遺體已經成為骸骨 任何情況需要等法醫的解剖報告 另外針對外界指責和不滿警方一度釋放嫌犯 拉扎魯丁解釋 警方早前援引刑事法典364 為謀殺而綁架或拐帶條文查案 因為證據不足一度釋放嫌犯 警方過後持續展開調查 最終查獲新證據和線索 轉而援引刑事法典302謀殺條文查案 並在今天提控嫌犯 槟城北賴河底水管再破裂 導致州內三個縣多達60個地區治水 逝逢明天就是大保森節 這讓一些面對斷水治水之苦的新都教徒完全沒了過節的性質 賓州政府已經下令賓州水工機構同步採取兩項計劃 即維修水管破裂的部分 也加快河底水管繞道工程 雙管旗下解決治水問題 若是第一項計劃成功 八成受影響用戶的水工 預計將在後天星期五早上八點恢復 賓城從開年至今 就不斷陷入治水困境 如今北賴河底水管再度爆裂 導致州內三個縣多達20萬用戶受影響 首要媒體記者走訪冰城東北縣紐魯爾一帶的住宅區發現 受治水影響的單位 大多數都是祖屋高樓 至於有地住宅區 則是面對水壓低的情況 我 facult平和 cot七晚上八月六晚上九月五晚上八月七晚上八月五晚上三月五晚上四月二晚上八月六下 可是應該一定會搭建風踴滿足三月 dist軌導致 都幾港元數並不立刻三月八月六 Mere時二晚上八月六中兩四月八月五晚上八月六 el 治水打亂了居民的日常生活 尤其是对于那些准备在明天 欢庆大宝森节的新都教徒 突如其来的断水 让他们叫苦连天 断水问题在一个月内 中俄复始发生 为了解决断水问题 在宾州政府的指示下 宾州水工机构将同步采取两大计划 除了维修再次爆裂的水管 也加速完成安装两条绕道水管 以取代河底水管的工程 文告强调 如果A计划 也就是水管修复完成测试后不再泄露 那么西南区和微南区 84%的受影响用户 水工预计将在星期五早上8点恢复 水工机构强调 A计划只是临时解决方案 以加速恢复12万名受影响用户的水工 为了落实B计划 当局将会有计划的中断水工 让路绕到水管的工程 受影响用户将会有两到三天的时间 除水以便在B计划落实期间有水可用 当局强调一旦B计划完成 西南区和微南区的供水服务 将不会再有任何断水风险和威胁 登家楼一栋百年老房子 清晨六点遭遇祝容之灾 熊熊烈火烧毁了一家八口的七身之地 虽然说老房子复之一具 但不幸中的大幸是当时身在屋内的三人 及时逃生 没有任何人受伤 一名七尋老太太也因为刚好不在家 逃过火节 这起火灾发生在 登家楼刮拉尼鲁斯甘榜巴当亚裔的一个住宅单位 消防单位接获投报后 出动三辆消防车和32名消防员失救 成功在半个小时内控制火事 当局目前还在调查火烦的噪音 具体损失金额也还在估算中 森美兰州移民局执法队 昨天摸黑到芙蓉新城地区展开取缔行动 一举逮捕了628人 包括一名只有两个星期大的女婴 这名女婴和她的缅甸及母亲 是在一个房间里落网 一些没有证件的外劳为了逃避追捕 不惜从窗户一跃而下 当场投破血流 中文字幕执法 当局发现其中一名外劳跌伤后 马上呼唤参与行动的救援队伍 为他采取应急措施来止泄 这批外劳相信是在附近的商场 商店或工厂工作 除了没有合法证件 一些外劳也犯下逾期逗留等等罪行 当局援引移民局法令第55一之一 收留非法外劳条文 和第56一之第一条文展开调查 落网者将会押往森州冷金扣留营 国家银行宣布隔夜政策利率OPR 维持在3% 欢迎回来 国家银行在今年第一场货币政策会议中 决定按兵不动 将隔夜政策利率维持在3% 这也是国行 自去年7月以来连续第四次 将利率保持在3% 符合市场预期 文告指出 以当前的隔夜政策利率水平而言 我国的货币政策依然可以继续扶持经济 也符合当前的通货膨胀和经济前景的评估结果 无论如何 国行强调货币政策委员会将持续保持警惕 密切关注事态发展 及时评估我国的通膨率和经济增长前景 委员会将确保货币政策在稳定物价的同时 也继续推动经济永续增长 政府从今年1月1号起提高自愿缴纳公积金计划 埃萨拉案的政府配对缴纳补贴限额 从原本每年300令吉增加至500令吉 雇员公积金局发文告说 在非正规领域的大马人 包括60岁以下没有固定收入的自雇人士 并自愿参与埃萨拉案计划的会员 将获得自愿缴纳额的15%配对补贴 每年限额为500令吉 希望以此鼓励他们继续为退休储蓄 以及让更多的会员从这项补贴中受惠 公积金局指出 在去年上半年政府发放2800万令吉的补贴 已经汇入埃萨拉案计划下 21万1000多名会员的户口 另一方面早前落实的家庭主妇公积金计划 则为55岁以下 并且已经向EKC登记的家庭主妇 每缴纳一令吉提供50%的配对补贴 每年的限额为300令吉 终身限额为3000令吉 为了减轻负担 政府即将推行公务员合约招聘制 副首相拿多斯里阿莫扎西下午承认 内阁同意落实新制度 取消退休金的固定合约制 让公务员向私人企业的员工 通过雇员工基金来取代以往的公务员退休金 否则政府在16年后需要承担上千亿令吉 在2040年中的公务员工基金 阿莫扎西指出 新退休金制度只涉及新雇用的公务员 公共服务局总监将会在今年内 公布新制度的日期和详情 阿莫扎西也是国家天灾管理委员会主席 他今天在加引巡视民防部队总部后表示 政府有意扩大民防部队的规模 目标是在2025年将部队人数增加到15万人次 为了达到目标 他建议募集演员和歌手 加入民防部队的志愿者团队 以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参与救灾行动 水浪河巴山谷一带不少商业区的公共停车位是一味难求 就像甲洞的宏图原商业区的停车位 因为长期被附近公寓居民的车辆给占用 造成了严重的双重停车和交通堵塞的问题 行动党甲洞区国会议员林立盈和当地商家 以及居民协商之后 建议实行停车位收费制和单向道计划 并且提成给吉隆坡市政厅 预料农历新年之后实行新计划 甲洞宏图原商业区店铺领利 加上附近高楼公寓共有超过7000个单位 人多车也多 一些公寓居民将车辆停在公共停车位 甚至长时间占用 导致商区的车位不够 交通大堵塞 商家大吐苦水 业绩受影响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行动党甲洞区国会议员林立盈和当地商家与居民讨论后 建议把一些路改为单向道 并开始征收停车费 希望能解决为例停车和交通堵塞的情况 比如讲过年过节或者weekend 那辆车可以放在那边三天 完全没有动的 所以他们要求DBCure开始收停车费 所以两个星期前 我召集所有的业者 还有住宅区的管理层 还有DBCure一起开会 所以大家都有一个 大致上都同意 说DBCure会开始在这里收停车费 应该是华人星铃过后开始 根据初步计划 商家居民建议 美罗布兰领 一路和二路改成单向道 另一条道路则应商家的要求 维持双向车道 预料农历新年后生效 另外林丽颖也提议 效仿书邦在野和补种 在这个商区实行限时两个小时的停车制度 避免有人长时间占用停车位 针对居民投诉 不断重罚单的问题 林丽颖强调商业区目前属于免费停车位 市政局是向违规停车的车主开罚单 八度空间实习记者黄雪晶 叶紫棋吉隆坡报导 泰国前进党前党魁皮塔 违反选举法罪名不成立 保住了议员资格 欢迎回来看国际焦点 泰国前进党前党魁皮塔 去年五月大选中获胜以后 受到保守派万般阻挠 让他不仅无法出任泰国首相 还面对官司缠身 泰国宪法法庭下午宣布 皮塔在媒体持股案中 没有违反宪法和选举法 并宣判皮塔保有国会议员资格 泰国宪法法庭下午宣判 皮塔参选首相的时候 他持有的媒体企业IGV 已经没有运作 所以没有违法 根据泰国法律 持有媒体股份的政治人物 不能参加选举 尽管皮塔之前多次解释 IGV股份属于父亲所有 皮塔父亲过世后 他被指定为遗产管理人 股份属于家族财产 而IGV早在十多年前就停止营运 但是皮塔过后还是被起诉违法 议员身份一度遭到冻结 除了皮塔本身的案件以外 前进党竞选时 主张修改俗称冒犯君主罪的刑法 112条遭检举有意推翻君主立宪制 宪法法庭将在1月31号 决定前进党的未来 美国共和党的第二场 总统初选结果方面 前总统特朗普星期二 在新罕布什尔州初选中 视如破竹 以54%的得票率 击败了最大劲敌海力 虽然海力不服输 誓言奋战到底 但政治分析家就认为 如果海力想要扭转劣势 就要火力全开 硬碰特朗普 她会需要这个月 她会需要设计去工作 to shift the narrative of this race call him out repeatedly for being unwilling to meet her on the debate stage these kinds of things and try to make the claim that she is the face of the future of the Republican Party in ways that he's not and yeah if she's going to shift these dynamics she's going to have to go after him in a full-throated way it won't do enough to just say as she has been that he's the chaos candidate 作为温和派的共和党人 海利如今面对的挑战 是很会带风向的特朗普 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 豪威尔认为 按照目前的局势 特朗普完全占据主导地位 海利仍然难以摆脱对手 尤其是南卡罗莱纳州的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战 下个月24号即将开打 如今剩下特朗普和海利 一对一的对决下 海利的表现得相当谨慎 一方面和特朗普保持距离 以维持温和的形象 但是另一方面 也希望争取更多支持者的青睐 挡住官司残身的特朗普 再占美国总统大位 另外在中国政府的施压下 台湾的邦交国已经寥寥无几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 今早在北京 连同脑鲁外交部长安格明 正式签署恢复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 王毅也趁机呼吁 与台湾维持邦交关系的极少数国家 需要加以纠正过来 公报宰明 劳努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王毅和安格明举行会谈 签署两国恢复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 即日开始恢复大使级外交关系 与此同时台湾外交部则是发文 告谴责北京政府 压制台湾主权和外交空间 也斥责脑鲁政府在金钱利诱下 甘愿被北京操弄 罔顾台湾常年提供的发展援助和情谊 台湾重申所谓一中原则并非事实 台湾的主权地位 丝毫不受这个联合公报影响而改变 蒙古首都乌兰巴托 今天早上发生液化天然气油槽车爆炸事故 酿成至少6个人死亡 14人受伤 油槽车一开始只是出了车祸 结果火苗点燃天然气之后 瞬间爆炸 三名赶到现场营救的消防员 在熊熊烈火中殉职 附近的居民拍下了 惊心顿破的骇人场景 三名赶到现场营救的消防员 一声聚响后火焰瞬间蔓延 火车冲天非常害人 蒙古国家紧急事务管理局表示 出事的是一辆运载60吨液化天然气的油槽车 星期三凌晨一点左右发生了交通意外 继而触发大爆炸 波及周围建筑物和其他车辆 当局出动600多名消防员 以及100辆消防车赶赴现场 最终花了一整夜的时间 才把大火扑灭 俄罗斯和乌克兰战火不停之际 俄罗斯国防部星期三证实 一架载有74人的伊尔76运输机 在接壤乌克兰边境地区坠毁 目前俄罗斯官方说法是飞机上载有65名乌克兰战俘 无人生还 但是没有提及飞机上的机组人员和保卫人员的状况 根据俄罗斯国防部发布的消息 坠毁事故发生在莫斯科时间星期三中午11点左右 但是当局没有公布坠机的详情 根据当地电视台 RT在社群媒体发布的影片 飞机坠毁之后冒出了浓烟 而天空疑似出现火炮射击的状况 但是没有人宣称这次的坠机是否涉及人为攻击 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二再次针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冲突召开会议 其中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公开批评 以色列明确拒绝所谓的两国方案将会导致冲突恶化 与此同时在卡塔尔 埃及和美国的斡旋下 以巴个别开出了条件 结果意见不合 哈马斯始终坚持敌方必须保证有下一个阶段的停火协议 才会同意暂时停火一个月 路透社引述消息指出 在美国 卡塔尔和埃及居中协调下 以色列和哈马斯上个月28号展开新一轮的谈判 哈马斯最初要求停火几个月 并促请以色列释放所有巴勒斯坦人 后来 以巴双方原则上同意暂时停火一个月 并交换人质或囚犯 不过 哈马斯的条件是 以色列必须保证有下一阶段的停火协议 甚至永久停火才会同意暂时停火一个月 以色列则寻求分阶段讨论 还要求哈马斯六名高层离开加沙 但哈马斯断然拒绝这个宪议 因此现阶段双方谈判陷入僵局 与此同时 联合国安理会再次开会讨论一把冲突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强调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割据一方的两国方案 是这场冲突的唯一出路 除了古特雷斯 英国和挪威等国代表 也一再敦促以巴双方永久停火 但我的唯一是我们必须重复入 成续越完美的谈则 我想为日来的需要短期内 我们必须重新增加重新的设论 一个较逻较的理想法 这种签能必须要求 一切成功的解放到所有拯救 第二个人必须要不得够伤 以巴硝烟四起 哈马斯星期二发布影片 证实在加沙地区发射火箭炮 袭击以色列军队 并炸死21名士兵 以色列证实 这是双方开战以来 单日死亡最惨重的记录 当时哈马斯攻击乙军的坦克 导致乙军埋涉在建筑物下方的炸药引爆 建筑物瞬间坍塌 士兵来不及逃生而丧命 第九十六届奥斯卡入围名单出炉了 传记电影奥格海默获得13项提名 欢迎回来 体育消息方面我们来看 印尼羽球大师赛战报 我国男单选手李子佳和梁俊豪 都闯入了16强 是的 其中李子佳逆转战胜印度老将斯里坎 同时我国三只混双好手都晋级16强 陈唐杰和杜一卫原本对上中华台北的 叶宏伟和李嘉兴却宣布退赛 让两人不战而胜 他们将对战的是印尼组合 自由人陈炳顺和谢怡西则是以21比17 21比11 让美国的邱凯翔和珍妮盖吃下败仗 陈建明和赖佩军则是在另一场战役 以21比19 18比21 21比19 历错丹麦的马蒂亚斯蒂里和艾米利马俄龙 不过我们的混双新军中宏剑和吴佩奇 对阵韩国四号种子金元昊和郑纳淫 先胜后衰无援晋级 南丹赛事方面从入选赛打起的梁俊豪 则是以21比17 21比17历错日本名将西本全泰 勇闯16强 我国南丹一哥李子佳则是以19比21 21比14 21比11逆转战胜印度老将斯里坎 强势闯入16强 李子佳明天将与香港老将吴佳朗争夺8强门票 在俄乌和以巴两个战士的阴霾笼罩下 科学家将标志着人类威胁的末日之中 维持在象征世界末日的午夜前90秒 是过去75年来连续两年处在最接近末日的水平 科学家认为除了区域冲突的风险扩大之外 核子威胁和气候变迁等等因素 也正在威胁人类的生存环境 On climate, the story has really been a mixed story There's been a fair amount of bad news for sure But there's also some good news I think as already mentioned 2023 was the hottest year on record And a range of extreme events across the world Made more likely by climate change Global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continue to rise Global and North Atlantic sea surface temperatures broke records 陌日之中是由原子科学家公报每年衡量更新 一众科学家星期二指出 尽管今年并没有调整末日时钟 但是人类依然需要居安思危 例如拥有核武的国家 正在进行现代化的计划 或将引发新一轮的核军背竞赛 加上如今的人工智能等颠覆性技术 也可能成为一把双刃剑 形成人类危机的另外一个担忧 75年前 这家位于美国芝加哥的非盈利机构 由爱因斯坦和奥本汉默等科学家设立 每年会根据地球和人类的纯续风险 设定倒计时钟 以警告人类距离世界毁灭还有多远 娱乐消息 第96届奥斯卡入围名单出炉了 由科里斯托弗诺兰指导的传记电影 奥本海默 以几乎是横手之姿 容获13项提名 是的 这部电影囊括了最佳影片 最佳导演和最佳男主角等等 是三项入围项目 奥式群雄 同时台湾出品的记录短片金门 则是提名最佳记录短片 本届的奥斯卡最高殊荣 最佳影片 一共有十部电影入围 包括横扫国际各大奖项的奥本海默 和黑色喜剧可怜的东西 至于去年卖座电影《芭比》入围八项 但是女主角马格罗比 却大着倒造没有入围影后 奥斯卡影帝入围名单和金球奖大同小异 聚留声保罗吉玛蒂和奥本海默的 席尼莫菲 都是影帝大热门的人选 影后争夺战方面则是有可怜的东西 爱马史东 硬碰花月杀手的莉莉葛莱史东 至于台裔美籍导演江长松 指导的记录短片金门 认为最佳记录短片奖 台湾文化部发文告公贺以外 导演也透过出品单位 希望透过这部影片 从在地人的角度 探讨两岸关系时 也能够倡导和平 好的 感谢收看这一节的华语新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Lotus都可以满足你的新年所需 而且还有各种新年大促销 优惠 还有有奖活动等等 Lotus要和大家一起 Summer summer hot long long 让你尽情的购买年货 Lotus还准备了 总值超过380万的优惠奖励 回馈会员们 是长达一年的优惠奖励 每个月都有 还等什么 现在就成为 买Lotus会员来购物吧 你以为只有这样吗 Lotus也要送你很丰富的奖品 让你花少少就可以赢多多 试试心痒痒呢 1月12号到2月4号 每逢周末连续三天 来到特定的Lotus 跟我们一代番BJ 还有KOL一起来玩游戏 赢奖品 到时一定要来 到时间 这么多好看 你怎么可以错过呢 Lotus陪你一起过一个 丰富又开心的浪年 大家一起和Lotus Summer summer hot long long B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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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